阿蘇勒3位於怡保昆倫郎休閒公園附近 擁有地質、化石和古銀化的考古價值 因而被列為金達古地質公園的第19個地質區域 該山任保留各種重要的考古移植 因此平日不隨意開放,民眾可參與該山的打覽團 在指導打覽員的帶領,以及佩戴安全裝備的情況下,進入該山遊覽 該山有3個主要洞穴,東式郊廣闊的大洞 可近距離觀賞和了解石灰岩的青石鍋巢 當中有流水石、鵝管、中午石和替田等 另外,東內也保持原始生態,抬頭可見穴居篇幅的中影 在離開第一洞穴後,需攀岩前往第二層的洞穴 這洞穴以看紅鹽化為主,考古學者塑膠月也曾親民考察 初步推斷,紅鹽化的內容是與水生物有關 另外,岩壁上也留有不同時代的塗鴉痕跡 看過紅鹽化後,我們需回到地面前往最後一個洞穴 而這時,導覽們會準備安全的裝備,讓民眾可以體驗吊神降落 最後一個洞穴有化石移植 該化石在今年被發現,也在今年被破壞 事件的背景是一個本地劇組在今年3月取景拍攝後 化石就被發現有碎裂的痕跡 事後,我國股生物考古學者林哲聖親自考察 很可愛 很可愛 如果想做化石移植 必須把塗鑽放在這裡 塗鑽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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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